言若芳 但有民众就发现了 其实亲侣媒体一面的静默不敢报道 这也让网友就狂做梗图了 痛骂王定宇是假面立委 蓝军现在也狂酸 房租缴八千有寒睡吗 而王定宇台南的邻居更爆料 从王定宇过去的情史来看 他平常做人就是鬼打架 爆发绯闻 一点都不意外 王定宇遭踢爆同居小17岁的发言人 网友狂发梗图讽刺桃色风暴 就在改写电影寄生上流 便寄生若芳 有的狂酸今晚住你家 狂问是否因为绿梅劳动 帮王定宇撑腰 所以丑闻绿梅都不报 台湾百分之九十个媒体 通通不报道这件事情 被人家讲悔闻的 胡言爱 那这是什么标准 没有标准 就是自己人我就袒护 绿梅护航带网友不买单 打算两人在一起讨论王美花的早景 多方经历多了个王定宇的房东 毕竟房租八千元 海报早餐又够划算 有含早餐 还有含早上交通接送 有含税吗 是税前的价格 还是税后的价格 网友加码调侃 八千含税便宜又实惠 有人问哪个税 一定有含税 不然拿来设金地位 加上更拿过去 两人吃早餐截图嘲讽 这早餐吃的可真多 王定宇委员这一两年 身材就是肥满的 很厉害 原来他早餐吃两次 结果他早餐已经在家里吃过之后 还要来这边再吃一次 王定宇更被起底 老婆之前在他服务处当公读生 未婚就怀孕 当时王定宇还劈腿和女记者交往 如今今报婚外情 假面被戳破 邻居说根本不意外 王定宇出包 却让绿军的王浩宇 躺着夜中枪 因为清晨就被记者挖起来 问他为何外遇 让他简直昏倒 但王定宇同居言若方 难道真的是因为要省钱 房价太高 谢谢 你不要给他害我 我知道你要干准我 你就不要闹了 过去爱妻言恒大 被抓包却瞎扯四分房 这理由正常人会不会信 看看柯文哲反应 谢谢 谢谢 谢谢